弘扬佛法 利益众生 尽在生命电视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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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不会起分别心 无言耳鼻舌生意 无色声相畏触法 无眼见来自无意识界 无无名义无无名境 因为有了智慧就不会有分别 所以这个眼睛是要来看经典 看众生苦 看真相 而不是分别眼睛漂不漂亮 眼睛要吃吃冰淇淋 像男人好色 所以有个法师说 人死了 男人眼睛先烂掉 女人嘴巴先烂掉 女人爱讲话 男人爱好色 低沟 低沟 因为很喜欢 女人也知道男人有这个缺点 所以我要性感一点 让你们在看我 我把酒也跳出来 那就觉得 你看大家都在看我 我胸部很大 你准备做乳牛 我腿很长 你准备做长颈鹿嘛 我穿个高跟鞋 那你永远鞋子不用拔下来 做牛 做羊 做马 哭哭哭 这些人都在哭 因为你一执着 他就会卡在那边 那各位这个道理 为什么念阿弥陀佛 当你有这个杂念忘念 阿弥陀佛 赶快拉回来 了解吗 赶快拉回来 而不是说阿弥陀佛 心里还在想那个阿弥陀佛 等我念完我在骂你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老子要做功课 我阿弥陀经还没念完 等一下我再找你吵架 因为有些人 把这个功课当作一种修行 我一天要念十遍阿弥陀经 我一天要念一万遍佛号 等一下我等我念完 我再找你算账 那你根本没有在修行 念十万句阿弥陀佛号 你还会生气 那你不是很奇怪吗 你干脆放录音机还好一点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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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种调伏自己 清静 清静 不要生气 清静 清静 慈悲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那有用 就像你在持座 慈悲 净化 六根清静 不但清静 六道也清静 我把你变面 我把你变面 那可以 就像你在念心经一样 所以我想 佛教的根本秘密 念一切为心照 调伏自心 开发悲心 所以我想 成为一个善良的人 有慈悲心的人最重要 因为你用这种心来念佛 当然佛教最圆满的心 念一下 自归佛 当愿众生 提解大道 发无上心 什么是无上心 无上菩提心 这是最高的心 无上菩提心 就是把贪欲 强烈的贪心 转为愿成佛 度众生的愿力 这种菩提心 把称慧心 转成无称 忍辱了大贝心 要转掉 把愚痴执着 变成一种了解万法 而且有圆满智慧的 这种空性的智慧 不是没有 是一切都不执着 那什么都清楚 什么都会圆满 那要转化这三种心 这也是我们念佛的目的 一心念佛 一心诵经持咒 所以各位一定要读经典 如果你不度经典 所以你既然发菩提心 发无上菩提心 为什么要发无上菩提心 念一下 众生都是我父母 所以要念众生恩 报众生恩 各位你要决心 有些人嘴巴讲一讲 心里没有在做 心里没有在做 众生不是佛教徒才是众生的 众生不是我们佛堂的才叫众生的 同法门的是众生 不同法门的 你不要来 所以各位 各位身在回教国家很好啊 每天他在念 你要赶快跟着念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你朝西方我也朝西方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就是说不管他念什么 他都在念佛 你要这样想 希望他们都满怨 升天的升天 最后他也能够到西方极得世界成佛 所以那你要 你要转你的念头 那如何如此 第二句话来 自归一法 当愿众生 深入精障 智慧如海 精障有两种 真实的佛经 第二种 你的心 才是你的精障 我们看佛经 就像各位现在听我讲话 你要把这个话 入你的心 入你的心 以后你贪嗔痴的时候 想要用 那位法师说 不能贪嗔痴 那位法师说 要 入你的心 所以精障有两种 所以经典是 静子 当你在生气的时候 你赶快念阿弥陀经 那我现在在极乐世界 我怎么好生气呢 是因为你心被境界转了 所以你才会生气 所以你赶快念阿弥陀佛 赶快转回来 当你在生气的时候 你赶快念大悲咒 那我要同情对方 对方在造恶业 在贪嗔痴 造恶业 值得我同情慈悲 我还骂他干嘛 骂没有用了 你要对他越慈悲 他就变好人 所以我刚出家的时候 我师父叫我经常去监狱 监狱 如果你看他的档案 你会气得半死 哇这个杀妈妈 这个强奸别的女人 还把他杀掉 然后女孩就跟他红发 你会气得半死 但是不能有那个想法 监狱的人就是很可怜 他们力气那么好 这么年轻就杀人 他如果拿来修行多好 可能家庭不好 可能朋友不好 引导他不好 像去女孩子监狱 我经常去女孩子监狱 我经常去女孩子监狱 女孩子监狱平均都25岁到30岁而已 为什么这么年轻 吸毒啊 卖银啊 就是这样 所以为了要让他去卖银 就拿毒品给他吃啊 毒品吃完了没钱 就叫他去卖银 所以个个都年轻 进到里面就全部离短头发 然后皮肤白白 真漂亮 真美 在里面多单纯 我说你们不要出去的 在里面都是美女 个个养的白白胖胖 环境好 出去外面 环境不好 好像都是地狗啊 拐他骗他 所以问题是 你去了解 你就会 因为了解 所以慈悲 因为有些从地狱到来 所以他本来就是这样 会找一个也很可怜 他从恶鬼到来的 所以他真的是贪贪的要死 哎呀 因为他家庭破裂 很可怜啊 这个杀人 哇 好可怜啊 将来还要下地狱 我们赶快带他忏悔啊 受把关灾戒啊 多念佛啊 所以我们在监狱都 教他们敲木鱼 一定要有个声音 咕咕咕咕咕 木鱼敲破好几个 功德无量 因为他们心态不好 赶快敲木鱼 咕咕咕咕 神经可以帮助他 他们就在念大悲咒 没有毒可以吃 就念大悲咒 咕咕咕咕咕咕咕 这样 用大悲咒来戒毒 因为大悲咒有力量 教他们 所以你对坏人要慈悲 你想 冤亲平等 所以各位 你读了佛经 要用在心上 深入经上 智慧如海 了解众生的心 了解自己的心 怎么样帮众生 怎么样帮众生 所以你要看佛陀的心 佛陀的心 就在经典里面 把佛的心 进入你的心 深入境障 这叫一心念佛 阿弥陀佛怎么想 阿弥陀佛怎么做 第三王菩萨怎么做 观音菩萨怎么做 把佛菩萨的心 身口一转到你 既然发菩利心了 你一定要转化自己 净化自己 你才可以达到第三条 来自归身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河南慎众 你才会成为一个 有影响力的人 所以发菩利心 一定要劝进行者 你要有众生的 领导的能力 你才可以带领的 这些黑暗痛苦 迷茫的众生 赶快脱离轮回 往生净土 走路成佛之道 那所以你要有这种 同理大众一切无碍 那你要同理大众一切无碍 各位 念一下 不能生气 要修忍辱 要修慈悲 要讲好话 懂得布施爱与力行同时 不但如此 带着众生河南慎众 带着所有人去拜善之士 哦这个老和尚 哇这位修行者 好呢 不是来拜你自己啊 因为每个众生 有他的因缘 所以 但是你要达到 有这种同理众生的能力 那你一定要发菩提心 第二来 你要有智慧 菩提心 你大悲心 做基本 因为众生都是父母 对我有恩 所以我愿父母离苦 所以我要为父母成佛 那你竟然发心了 我发觉现在很多菩萨 每天在道场忙忙忙忙忙 然后叫他 哎 你煮这个饭不好吃 给你兵度 我给你讲 他来道场插花 他说某人 这个下次的法会换别人插 小鹿 翻脸哦 这个叫做烦恼很多 又占有欲 他不是来进化自己的 他来凸显自己的 他来抢地位的 所以各位 这点要小心 做道场的会长 最容易下地狱 为什么 因为你用自己的看法 去经营道场 会害死你的 所以佛教说 一个人 不深信因果 没有空信 千万不要做主持 千万不要做会长 千万不要做皇帝 保证你下更深的地狱 所以各位 今天愿意经营道场很好 快速成就 但是你符不符合佛法 很重要 心态很重要 下辈 下辈 我来做会长 我想办法设计对方 把他干掉 然后做了会长 我就不下台 买票 现在我们佛教 有很多这种事 所以后来 我跟他们讲 不要选 不要选 选了会翻脸 因为这个 选选引人 做个领导者 做个法师 不是因为你出家 就是法师 不是因为你是佛教徒 就可以做委员 而是你有没有那个德 有没有那个智慧 不然的话 像我们做法师的 像我这样 快速下地狱 要么就快速成佛 要么就快速下地狱 拿着麦克风 胡说八道 因为讲话很重要 讲话为了个人自私的目的 讲讲讲 等一下红包包多一点 功德主 来来来来 电话几号留给我 然后下回呢 我也要盖一间更大的 大家来供养 各位 如果是这样 你就不要接近 因为没有法 因为你有钱嘛 他三天两头 打电话给他 哈喽 哈喽 你在哪里 我买东西送给你 他对你很好 他不是对你很好 他对你的钱很好 那不是在做生意吗 所以各位 这个叫末法 末法最重要 来 念一下 归一生 永离恶之事 亲近善之事 各位千万不要 哪里有海报 有法会就去参加 你要记住 这个法师 或是这个在家老师 他有没有政治证件 没有政治证件 你不要去听 他会污染你一辈子 污染你一辈子 然后有现在最大的问题 什么 生病啊 得癌症啊 来来来 看看来 会会会 有没有什么神通 快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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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一票人 游览车叫 大家都通通 哇 几万人 哇 这个大法会 然后呢 大家都骗得稀里哗啦 你不去还没事 去了回来 惹了一大堆魔鬼 找你 所以各位 这很重要 你去接近任何一位法师 或是讲佛法的 如果 他说他是什么神通啊 观音菩萨啊 骗你啊 还吃肉啊 还有太太啊 说什么事 他是什么大法师 大灌顶师 你连看都不要看他一眼 海报也不要看啊 你放在你家 家里都有鬼 这个世界 邪师充斥 悦莫法 为什么会有邪师 你不能怪他 怪我们自己 动机不对 有所求嘛 就像各位以前去梦 动机 动机 那你有所求 你只能找动机啊 但是动机也有 对也有错的 如果动机要红包了 你就不要去了 我比你还缺钱 这个动机说 我很正 不要半毛钱 还可以参考参考 因为人如果正 神也正 知道吧 人不正 神就歪 邪神 邪魔歪道 你不问还没事 问了他给你 化妆符啊 夏威 来来来 跟我睡觉 你身体就会好 给我钱 你就会好 那你就坏了 因为我们华人 有个好处就是 相信 相信有轮回 你只要很虔诚 不用问 真心的去做 祖先一定得到利 只是有一点 我必须告诉各位 今天你有胃痛 你不要一直用 你自己的名字 去做功德 你胃痛 你要还给他债 你最好 这个冤心债主 给他取个名字 归一叫慈悲 直接用慈悲的名字 去做功德 还他债 这样比较快 这一点注意 就像各位有 舵胎儿 有登记名字 吉一吉二 吉三 吉兆 你要用吉一吉二的名字 为他点灯 每天多点两盏灯 多点两支香 多念两遍心经 多念二十身阿弥陀佛 他不超度很困难 因为他知道 妈妈好爱我 妈妈关心我 不是妈妈 我跟你念一念 你赶快走啊 不是 不能有那个想法 妈妈希望你好好的 修行成佛 妈妈爱护你 希望跟妈妈在一起 一起修行 你要用这个心态 爱他 然后姻缘到了 阿弥陀佛就来接他 就走了 但是你千万不要一个 我念了七部地藏经 他还不走 那小孩子会恨死你 哇 你把经典当手段 要把我赶走啊 不能有这个想法 各位 你的妈妈 现在往生了 你就是希望妈妈 永远快乐 对不对 妈妈 我天天帮你念 念到你成佛 最好 但是妈妈说 对不起啦 你念到我现在 我已经变成天神了 对不起啦 我要升天了 因为天神不喜欢在人间 你念念念念 念到妈妈说 谢谢你啦 我已经看到阿弥陀佛 他天天用莲花 来啊来啊 对不起啦 我先走了啊 我天天回降给你 所以如果你的爸爸妈妈升天 你每天赚钱 家庭快乐 气色好 爸爸妈妈一定加持你 因为他爱你 没有一个爸爸妈妈 会爱儿女的 是因为他痛苦 没办法 求你帮助他 但是我们除了超度父母 还要超度 念一下 无事孤魂 六道众生 同德解脱 什么叫无事 没人败的啦 为什么我们要烧那么多 等下烧到警察来 就成功了 为什么 在马来西亚 无事孤魂太多了 因为他不像我们佛教徒啊 佛教徒每天还知道 布施食物 布施食物啊 但是其他的宗教没办法 其他宗教不认为 死了还要供养食物 不认为 因为他认为死了就升天啊 你要给他衣服干嘛 你要给他食物干嘛 那我们佛教徒 这个死了 如果再次没有做善事 死了怎么会升天呢 再次没有布施食物 死了没有东西吃啊 这是势必的 所以各位这样了解啦 所以再念一次 贪嗔痴慢嫉妒 转为智慧慈悲 身口意 修食善业 转为 菩提心的身口意 那做的叫波罗蜜 什么叫波罗蜜 念一下 自立立他 你做布施不是为了功德 布施的根本目的 是为了断除自己的贪心的烦恼 布施的目的是为了帮助穷人需要的 那布施要达到这个 自立断烦恼 立他慈悲 这个叫波罗蜜 然后呢 这个功德呢 回向众生都成佛 自己一定要早一点成佛 有佛陀的智慧 所以所有的功德对自己只有要求一个 断烦恼 成就佛陀智慧 这叫成佛嘛 所以 但是功德都回向给众生 持戒呢 持戒就是要求自己 不管别人砍我 杀我 都 我都不会报仇 我都不会害对方 所以希望大家千万不要有 试剂别人 害别人的心态 做生意很难 做生意奸商 奸商 就要骗人 就要卖贵一点 所以你生意做得很好 代表你很奸诈 除非你是那种有福报的 不用开口就有钱赚了 那另当别论 如果你是试剂来的 试剂来的 做得很辛苦 终于赚一点钱 那代表你就是奸诈来的 不然你又没有办法 所以 那各位要 要开始转化自己 所以 持戒就是说 我绝对不伤害任何人 绝对不伤害任何生命 而且呢 我还要引导别人持戒 而且 以持戒的功德 回向给对方 让别人学我持戒 再来 忍入杜称慧 不要生气 所以自立地 他就是说 透过不思消除贪心 透过持戒消除伤害众生的心态 透过忍入消除自己的称慧 而且你忍入了功德的福报 就可以不思给众生 向好庄严 口才好 那别人就喜欢跟你在一起 一个爱生气的人 谁会跟他在一起呢 你就没办法同理大众 而且这三项 各位要 很努力做 来 精进度懈怠 各位要 24小时 连睡觉都还在修行 要精进 你不要 睡觉就 嘴巴打开 腿打开 哦 好像低 睡得像低沟 因为有人一睡觉 就觉得这是我享受的时间 你要觉得 睡觉好浪费时间 因为佛陀一天才睡一个钟头 我为什么要睡六个钟头呢 所以 那你要 你不要认为说 没事就睡 没事就睡 那你这样就 把你自己变成猪了 下辈子变成一个 喜欢听佛号的猪了 因为 愚痴的果报 所以各位 你要精进的 去不思辞见人路 不要浪费时间 现在啊 我欠各位 我们华人最喜欢赚钱赚钱 一个月上班三天就好了 够用就算了 其他四天拿来修行 拿来布施 好不好 如果你有福报 不要上班了 老爸有钱 让老爸修功德 你每天去做功德 布施回向给你老爸 那才是大功德 你千万不要 老爸的钱给我 我来开更大的公司 老爸贪不够 你继续贪 甚至不小心 把老爸的钱都给浪费掉了 所以各位 有个正确 如果你一家已经很有钱了 不缺钱 你跟你儿女讲说 赶快赶快去修行 不用赚钱 你去修行 爸爸妈妈保证升天 那才是最会赚钱 对不对 你千万不要把儿女 都推入苦海 你好好去赚钱 做钱的奴隶 所以我们已经忙一辈子 所有赚的钱 都要给儿女 你不要再把儿女 推下苦海 精进就是 不要去忙那些 不该忙的事情 现代人 赚钱很精进 修行不精进 那就颠倒了 再来 禅定度散乱 所以各位要修禅定 禅定就是你要练习 打坐超经典 不要打瞌睡 数呼吸 然后呢 念阿弥陀佛 念得很清楚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十念法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第二个十念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每一字都听得很清楚 你不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又没什么 又空气了 而且念佛 也不是为了自己禅定而修的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朵朵莲花 度众生 所以你不敢停 因为你一停了 众生又停止度了 知道吧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你要念到地义 恶鬼道都空了 所有动物都超度了 所以你不敢停了 所以这个叫禅定 但是大乘佛教的禅定是什么 来 不离大悲心 永恒安住在慈悲心 念佛 永恒安住在菩提心 念佛 所以你连睡觉都在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并不是佛号 而是慈悲心 菩提心 慈悲心 菩提心 这个才是佛号的意义 各位不要执着 佛像 佛名字 诸佛同体 哪一个体 立他慈悲的菩提心 空性为体 你要抓到佛教的精髓 你把地藏精背起来了 不知道地藏文菩萨在想什么 不是可怜吗 所以很多人很会念佛 甚至有时候 我去很多地方演讲 海道法师 多念佛 不要 我不知道讲什么 我天天在念佛 是你没有在念佛 因为你把阿弥陀佛的佛号 辞着了 去排斥其他的佛法 那不是很可惜吗 佛陀的精髓 是什么要抓到 所以这是第六个 来 般若度于吃 般若就是了解万法 真实相 佛的本体是什么 佛的本体就是空性 大悲心 菩提心 诸佛同体 心佛众生 三无差别 你要去了解 所以在世间 你不会被这些生老病死 这些只是一个演一场戏而已 来来去去 演一场戏而已 夜报的本体也是空性 但是各位你要有这个分析 所以你要冷静 如果你不禅定 没办法分析 花是怎么组成的 爱情的结果是如何 为什么它会爱你 爱你是一种欲望 因为你会生小孩 屁股那么大 很多男人说 你为什么要娶她 其实会生 如果她不生 我才不要她 哇 那不是很恐怖吗 干嘛做女人 干嘛专门替男人生小孩 我又不是猪 那规定 生男生 生三个女的还不够 再生 那女的心甘情愿啊 为了抓住我的爱情 后来生得好苦啊 那你去分析它 那是爱是什么东西呢 你为什么爱我呢 如果我是一只猪 你会爱吗 如果我不性感 你会爱吗 如果家里没这么多钱 你会爱我吗 然后你去分析 这个不是真爱 这只是一种欲望的 执着的 浪漫的 依赖的爱 这个叫分析 所以你分析清楚了 那你哎呀 错了 就像我分析清楚了 我跟我过去的太太 跪下来磕头 我对不起你啊 我过去乱爱 我搞不清楚 我就爱上你 然后就跟你生小孩 我跟你磕头 哇 他赶快跑掉 你不要跟我磕头 你不要跟我磕头 他怕我跑去出家了 我说我已经了解 真爱是什么 真爱就是让你出家 那你不出家 我先出家 因为要让你解脱生死 不要在这个世间 这么痛苦再轮回生病 等着老 等着死 再多的钱也没用 所以像你 你如果懂佛法 你一定跟你儿子说 儿子啊 你赶快出家 你如果懂佛法 每天要叫你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希望我女儿离婚 回来找我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赶快哭海无边 脱离痛苦 因为爱情无了时 这个最后一定是苦的 对不对 爱得越深 痛苦越多 所以各位 你剥了智慧 你就不会执着在 爱跟恨 这些都是一个 一个夜报的假象 暂时存在的 善有善报 恶有 都是因缘所生法 有它的原因条件 所以那各位要去分析 分析以后不执着 不执着以后要升起一个 那我如何善巧方便 要追求佛的智慧 那你要有方法 你要有发愿 你要有力量 你才可以得到佛的智慧 但是你首先要有无分别的 空性的智慧 你如果有分别 那你就没办法度众生 有钱了就念大声一点 没钱了念小声一点 漂亮了我就给他塞可乐 不漂亮了你自己倒水给我喝 女孩子就是这样 这个男人我喜欢 洗裤子给他洗掉天亮给快乐 这个男人我不喜欢 你也好啊 你自己睡 这个就是分别心 这个分别心 你自己会很痛苦 这是我儿子 那不是我儿子 我儿子我爱得要死 别人儿子抱错了 不气死了 所以这个就是分别心 那各位你要去分析自己 你分析自己 你才会了解 自己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我想我们一定要了解佛法 怎么去超度自己 改变自己 这样最重要 好 那我想我们今天的法会就 即将圆满 那今天有结缘品 这个里面有很好的咒轮 各位可以戴在身上 那这个戴子更贵啊 这个咒轮是 普明大日如来 灭恶去亡心咒 带着它可以脱离上二岛 可以不离普提金 有很多的智慧 都带着 然后呢 这里面有张他的相片 大日如来的相片 这个外面有印 辨石咒干入水蒸眼 各位平常多放一点米啊 米呢 到外面都撒 好不好啊 你丢黄金 狗都不会跟你咬尾巴的了 但是你丢几颗米 哇那些鬼跪下来跟你磕头了 不分宗教那你就跟他结个缘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那你将来成佛了 他就会来你净土 也成为你成佛的祝缘 各位呢 那还有一包咒咒 还有一本书 这个书是个日历 每天这是什么日子 今天是什么日子 明天是什么日子 像下个月开始每天一千万倍 一亿倍佛陀神通月 八幻斋戒日 诸佛菩萨圣诞日 都在书里面 还有咒轮 这些各位可以带在身上 或者说放在水里面 像我都放在水里面到处喷 这个可以带在手上 这里面有六个咒 六个咒 大水球咒 连丝心咒 然后这个也是咒轮 大水球咒 任严咒 那这个贴在哪里 都知道吧 各位最爱的苹果手机上面 这个比苹果好一点 这个是准提咒 有些孔雀明王咒 可以把不好的消除掉 你拿了手机就不会骂人 不好的接不到 都接好的 就是断除烦恼 断除不好的因素 也不容易得到辐射的影响 所以这里面还有一个 十二个咒语 代表十二个佛 印得很漂亮 永远不会坏 如果你家旁边有个大鱼池 养很多鱼 你把咒放下去 它会沉到水里面 这些鱼将来至少都升天 乃至你把它放在水瓶里面 水瓶里面 然后走到哪里 喷啊 利益众生啊 这个叫水解脱 你这些咒碰到水 水解脱 那些风碰到金凡 叫风吹急解脱 那你的嘴巴 经常持咒念佛 谁听到你声音 叫听闻得解脱 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 念一下 不骗人 不骂人 不说是非 不讲没意义的话 多念佛 多诵经 多持咒 劝人 相信因果 那你的声音啊 可以普度众生 所以各位一定要帮人家祝念 你去帮人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那个人身心疏散 不是光佛的力量 因为有你的力量在里面 如果你这个人很喜欢念 很骂人 你去祝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那个人就眼睛 干嘛你骂我 我帮你念佛呢 没有我觉得你在骂我 因为你平常爱骂人 爱骂人你念出来的声音 就有骂人的力量 不好 所以各位也要让自己的声音 能够让别人听了欢喜 听了精进 听了开智慧 本来这个人要生气 看你讲话 他气不起来 因为你有慈悲的力量 在里面 所以各位呢 每天我们所做的功德 都在影响这个世界 那等一下各位 还有两本书 两本书 一本是 深入精湛 智慧如海 里面我搜集了如何修慈悲心 如何在家修行 如何了解因缘果报 如何了解世间无常 如何了解万法都是因缘所生 无自信空 包括轮回观 最后最重要 如何忏悔念佛 所以忏悔 在大乘佛教最重是拜忏 所以能够如何忏悔 和往生净土的方法 那这里面忏悔七种心 忏悔四种量 而且深口意如何忏悔 然后呢 按照经典 祖师大哲所说的 整理得很好 另外一本 一教奉行 整个修行的次第 那这些祖师大哲 怎么说 然后等一下圆满了门口再拿 一人一把箱 好不好 一把箱 这外面买 听说将近八块美金 这是很好的箱 但是我们大量进口免费送 免费送 就是便宜多了 但是最主要 一支香代表一个菩提心 那现在有一张白子 我们简单的 要教各位 多一种功德 一杯水也可以成为香的功德一样 上供下施 今天我们法师 我们战演法师 战将法师 教各位 二十四页的甘露诗诗 或是一百十四页的 烟供仪轨 乃至一百十八页的 做烟供 上供下施 聚之仪轨 乃至六十四页 一块面包 夹个头发指甲 把它烧掉 可以消除你的病痛 替身仪轨 那有很多很多的 很好的仪轨 但是仪轨的意思 就代表菩提心 大家要用佛的心 佛的身口意 来利益众生 虽然我们现在 还没成佛 但是你只要有佛的心 就有佛的力量 来帮助众生 这一点各位要相信 就像太阳光这么亮 怎么样把这个光系在一起 你只要有一个镜子 镜子的反射光 比太阳光还亮 所以如果你有一个佛的心 那佛的力量 就像反射的光 你只要清静 发心正确 这个光透过你就会超度众生 所以你用阿弥陀佛的菩提心 来念阿弥陀佛 那对方就会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 会念往生众 这个意思吧 等一下我们 这三桌的食物 我们这个念完以后 还要麻烦各位 把这三桌的食物 前面代表上供 再做一次供德 超度这个二轨道 越晚功德越大 特别到七八点 阿弥陀佛 哇那个鬼最多了 那各位就多一点布施 所以我希望各位 从今天开始 每天至少做一次到三次 甘露施石 好不好 在你家门口 这个是佛经规定的 佛经规定 佛弟子 不对这些可怜众生 布施食物 非我弟子 是魔眷属 不分在家出家 所以佛陀在经典说 比丘比丘尼 幽婆舍 幽婆仪 经常念变识咒 念佛的名字 布施食物 可以超度众生 而且这里面 五十八页告诉我们 点音共香有十种功德 念变识咒有十种功德 念甘露水真言有十六种功德 二十八页二十九页 你要回去看好不好 因为今天时间不够 今天一天就把一年的课上完了 我好像第一次来这边 就一下就上完了 结束了 毕业了 请问一下 你要自己看 五十八页做燕共的功德 有十项 辨识咒 十项 甘露水真言 药识咒 也有什么功德利益 那希望大家有信心 有悲心要去做 要精进 不要光说不练 那这些都是我们 往生净土最好的祝愿 各位已经相信了 相信极乐世界了 发愿了 但是你要实修 修行 要有修 以念佛为正行 各种善根功德为助行 那这样你才可以 成就圆满的资粮 不离菩提心 好 只拿到了 请各位看右手边 供水计 请把水拿起来 打开一下 一杯水供养佛 回向给鬼道 可以超度八万四千个鬼 所以各位 佛的力量不可思议 水的力量叫法力不可思议 再来你的信心 慈悲心不可思议 所以一杯水 以慈悲心 供佛 回向给二鬼道 一杯水可以超度 八万四千个二鬼 今天我们有四百个人 就乘以四百了 一杯水供佛 回向给鱼虾海鲜 一年之内 这个都市所被吃掉的海鲜 水产超度 一杯水拿来供养佛 可以等于念了 一百万遍的 修业这样的咒语 一杯水拿来供养佛 等于念了一百万遍了 发财座 要不要发财 水可以发财 所以你公司外面要摆几盆水才会发财 所以 那我们现在用这个水 这个水如果供养佛了 特别供养阿弥陀佛 就会变成极乐世界的 八公德水 所以供水记里面写 水有八德 以这个八公德水供养十方法界 四胜六道 卓诸二业 六道众生的二业都消除了 六道马上清凉 地狱到二鬼到出生到得清凉 所以来 那翁阿弘各位就点几滴出去 来 我们先念供水记 来一起念 水有八德 供养十方 卓诸二业 六道七 点几滴出去 翁阿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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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喝水都要念 最好把它磕在你的水杯上面 以后背下来 一杯水就上供下施 再来施水记 当你在点水的时候 那我也可以念这个施水记 右下角 来一起念 此施诸善根 愿彼立恶鬼 离恶鬼略生 或善去安乐 翁阿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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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慈悲 那左上角 功德回向滴水记 因为佛陀 因为佛陀教 拼伯萨洛王 做完功德 观想在水里 倒出去 所以各位 你去南传佛教 他们一定会 用这个 然后他们出家人 最后就念经 然后所有功德 最后就倒在外面 各位大家都会 那这个是经典说的 那我们汉传佛教 比较没有在实践 但是各位 现在更要实践 因为我们有很多冤亲在主 因为你这个滴下去 这个水就可以渗到很深的土里面 墙角 石头缝 最后融入在地下水 河水 大海 所以你百千万节的冤亲在主 就通通得得到 不然有时候 你来打佛气 回去还生病 为什么 冤亲在主没有得到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欠谁 几百事的功德 然后几百事的冤亲在主 不知道他在哪里 但是你有功德 他就会跟你要 他希望你给他 所以佛德教我们要这样做 墙原吉入住 无边处所者 雨水游天降 中必会低处 现在不要在里面倒 等一下各位 这瓶水法会完了 所有功德融入在这个水 只要你哄哄 倒到你家附近好不好 那你那边就会发了 家里的人 累运亲在主也得到超度 那意思吧 所以墙原吉入住 无边处所者 你到的时候要观想 大雨哦 雨水游天降 中必会低处 最后一定会 最深最远最细的缝 都会有这个水 所以冰伯沙洛王 七世以前 七个佛之前的冤亲在主 毁谤三宝 而下无间地义 到了迦瑟佛投胎 做咽口鬼 然后冰伯沙洛王做功德 这些咽口鬼就来讨 讨 因为冰伯沙洛王不知道 当天做完功德晚上做噩梦 来问佛陀 佛陀就告诉他 哦原来这个理由 所以佛陀就教他 这样低 而且马上他看 哇 他这些冤亲在主 开始有水喝了 有衣服穿了 有食物吃了 而且各个升天 住皇宫 因为冰伯沙洛王 盖僧僧 供水功德都给他们了 成为冰伯沙洛王的护法 如果你的冤亲在主 成为你的护法 那你很顺利 如果你拿阿公还在地狱 你每天走路都会跌倒 生病 因为他苦 他苦 他就会影响到你 所以互相影响的意思 所以如此之不失 福之一 恶鬼 不但给冤亲在主 这样的不失福报 功德也利益到所有恶鬼众生 犹如满意流 得便于大海 就像这个功德浓入大海 各位 一滴水滴到大海 这个大海永远有你的功德在 这个叫回向的意思 那南传佛教是用实际的水 去做回向 因为天气热嘛 而且那些恶鬼道都可以喝 所以如此犹如满意流 得便于大海 如此失善果 这样不失的善果 福之一恶鬼 能够帮助我的鬼 好 最后我们来回向 再回向一次 我们叫做排位回向 然后 来 念一下 愿意持功德 观想一下今日的功德 从早到晚 各项功德 庄严佛净土 哇 极乐世界越来越庄严 你在极乐世界那朵莲花也越来越大了 现在你所累积的功德都在那朵莲花上面 那朵莲花越来越大 那朵莲花可以载着你整个家族都是极乐世界 再来 上报四从恩 观想一下 上报父母祖先恩 上报所有众生恩 上报所有国家领导恩 上报三宝加持恩 下记地狱苦 下记恶鬼苦 下记畜生苦 下记地狱苦 回向所有死亡儿童 堕胎胎儿 所有病死者 正在生病者 同享功德 所有不失者 护持者 同享功德 像各位今天 不失者买这么多食物 大家都免费啊 还有水啊 感谢他们了 他们得到更大的福报 来 若有见闻者 西法菩提心 尽此以报身 同生极乐国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 一切佛法森三宝 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 所听到的教法 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 达到无我的空性 达到慈悲利益众生 更要随时收看 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三宝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大家好 我是唐启阳 防疫的路上 每一个人都很重要 我们要一起养成 勤洗手 戴口罩的好习惯 一起配合食联制 接种疫苗 一起建立稳固的防疫阵线 在我们身边 戴着口罩 与我们擦身而过的人 有可能是刚卸下 防护装备的医护人员 也有可能是协助 疫苗运送的几组人员 你我身边每个人 都曾在防疫里 尽一份心力 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 不是彼此 让我们用正向 团结的防疫态度 守护对方 不要让歧视与攻击 消耗了我们的能量 我是唐启阳 感谢每一个防疫伙伴 我们一起团结防疫 并肩同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恒川武宫寺 早年由赵全老居士所创建 此人乐善好施 年少时 无意间适得 武宫寺书 受其感化弥生 能避意众生 同瞻法语 故则帝于墾丁 大山 母山之石牛西 住家为四职 社坛并从事部教 碍于住家狭隘 故决定 移至今之恒乃路县制 则于五十年十月起见 经半载于五十一年六月二日 举行落成仪式 而具有恒川镇 地标性的武宫寺历经六十载 年久时休 更是如需长老在世时 心心念念 未完成的一项之业 在历经多时的策划 从多方奔走 筹募经费 到建筑蓝图的设计规划 仅定于114年国历10月24日 农历9月19日 观音菩萨圣诞书圣日 举行动土开宫仪式 离请同门师兄弟主法 法会开始 恭请海平法师 带领与会信众 恭送福品 诵经完毕 紧接着恭请法师盆 进行谈场洒进 祈愿观世音菩萨的慈悲 愿地祝福 法会圆满顺利 清静庄严 祈愿观世音菩萨的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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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他来到行春半倒的五公市 觉得半倒众深 灑夜严重 也是佛法的编地 因此為逢法立身 而有走手計畫重建 武公司會來的目標 我想給他建立一個 往西方淨土的轉運站 希望來到武公司的眾生 我們各個都能得到阿彌陀佛的接引 得身彌陀淨土 得解脫六大輪迴的生死苦海 這個也是我們本師釋迦牟利佛 來到我們娑婆世界的本願 也是阿彌陀佛的本願 也是我師父思維思維和尚的信念 常駐武公司五年之久的海田法師 也為此次動土加冕 我們都知道 我公司是很久很久的事廟 對不對 那時候我在這裡的時候 如果落後的時候 就要拿麵包去清水 真的是這樣 有時候比較沒注意的 麵皮都都淋了 所以很早就要蓋了 因為那時候可能陰冕還沒親戚 尤其是陰冕還沒親戚 還沒親戚的時候要做事情不好做 今天海南法師 我大心 他的陰冕書生 這方面就是說 他是我們師父的最尾的土地 叫做海鞍 意思就是說鞍啦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像今天這樣 林山林海 未來 去這間市最大的目的是什麼 安身半島 就是說希望後來出家人會坐 希望後來這間市可以法輪長轉 希望技術可以保持 主持正確在這間市裡面 好不好 海平法師提起師兄弟 因攜手共同完成師父 如需長老的意願 我師父是很慈悲的人 他如果沒有病苦來臨 我相信 武功士這個因緣很快會成熟 可是很多事情是因緣法 也是沒有辦法 所以當海恩法師誤導說 我師父此刻的憂愁 此刻的憂隆 就是因為重建武功士這個沒有做到 所以他就再提這個事 那所以在很多的因緣 他就發心 然後剛好碰到這些法師 還有林春宴 菩薩 還有很多大小功德主 大家認為 我們大家應該完成 如需長老的遺願 所以才有今天這個動土的典禮 那這件事是非常艱難 我想大家都知道 現在的物價波動 而且我們是小廟 也不是有大名氣 可是這個路總是要走下去 也是要完成牢上的心願 而我們這些徒弟 就是能幫多少 就幫多少 就是最後要完成牢上的心願 希望大家共同能力 武功寺預計 明年三月動工 海安法師敬邀諸位 護法善信大德 一同共襄盛舉 共同成就 要在明年三月左右 要動工 因為我們建的是整個都是一樓平房而已 所以這工程只要有錢 錢過的話 要建一年之內就可以建完了 所以現在的話 正在於仇盡當中 希望所有的護法氣勢大德 所有的我的師兄 以及把所有的法師們 能夠來共襄盛極 《妙法蓮華經》說 若人發心奇塔 劍似、造相 如是諸人等 如見無數佛 自成無上道 廣度無數眾 據社論士說 若為出家人建造金堂 可獲得梵天福德 於四十中節 享受無比安樂 如需長老重建武功寺的遺願 加上眾志成成的意念 祈願出佛菩薩 隆天護法加倍 早日完工半道 法輪長轉 在國境之南的 恆春武功寺重建工程 一磚一瓦 都有您的一份行李 生命電視 恆春武功寺採訪報導 因為其實所有的環境的破壞 都是因為人的問題 但是我們要解決 所有的環境的破壞 必須再把人 放回去這個體系裡面 才有辦法 對方的環境的破壞 對方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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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2010年 有一次機會 因緣跟著理務局的一些長官 跟一些NGO的朋友 一起到日本去參訪 那次參訪的主要目的 就是參訪日本李三的案例 也因為那次參訪的機緣 讓我認識了岩建子季先生 他是日本在 之前台灣有一本很有名的書 叫做半龍半X 其實這是日本在推理 李三倡議的一個爛傷的起源 所以在那一次的經驗裡面 我們在岩建子季的故鄉 林布氏 他帶我們去看一個梯鐵 哇 讓我非常感動 你知道那個梯鐵 其實我們小時候就 在山上就有很多梯鐵 可是我們都廢根了 可是日本的梯鐵是 你就順著山那個林線 1010的非常非常漂亮 然後日本種到種的非常漂亮 然後日本山上 你看看山上那個血水 融化出來的乾淨的水 就像我們之前在八岩區 都那樣的乾淨的水 然後所以這樣子的梯田的地景 不但提供了文化的厚度 就是你看到視覺的 文化的景觀的厚度之外 你還看到因為這些水 因為這樣子你用無毒耕作的方式 用有機耕作的方式 其實讓很多動物在裡面可以生存 比如說水裡面就 光是水 水是所有生物的源頭 光是水裡面就有田螺 又有龍源 又有很多小魚小小在裡面 甚至水草 你看了都會心情很愉悅 那甚至到晚上你願意做夜觀的話 晚上連鹿都會跑來喝水 所以在日本的李山經驗裡面 讓我看到說原來 我們不用刻意的去保護任何一種物種 我們只要先把人 當然心夠不動才夠不動 先把人的肚子顧好 但是心有餘力之餘 我們只要人不要求太多 我們把環境顧好 原來我供養的這一塊稻田 不只是養活我自己的生活 其實還養活了整天三萬的動物 所以這才是李山倡議的一個核心價值 就是說我們只要不要農藥 不用化肥 不用除草劑 我們就友善的對待大地 那你知道我們只要取我們就該取的 我不會要求說我的一分地裡面 一定要種出兩千斤 也許我們只能種出一千斤 但是我種出兩千斤 所以我不斷的用化肥 不用農藥 我要創造出最大價值之外 當你願意放下這個陳建跟觀念的時候 那你就會學會跟大自然相處 青蛙就會回來 所以青蛙回來是 你看這個丹恩的畫面多麼漂亮 所以它就是人可以跟大自然共生 人取了它應該有的稻子 然後青蛙也因為你的友善耕作 它有地方可以下蛋 它就會給你最棒的大自然的樂章 它其實進來還不只青蛙而已 還有更多的生物也都回來了 每一個迎面而來的陌生人 他身上都有你值得學習的地方 那關鍵是我們願意用更開放的心胸 去討論我們認知的一件事情 是我們將真正的意義的地方 但是我們將會議好 然後我們將會議好 都有否決定 理由於風和煙 親 customers 他們建議好 你不斷 我便說 你不斷 我便你不斷 我 你不斷